公务人员育婴留职停薪大灾问 谁能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呢? 公务人员有养育三足岁以下子女需求者都能申请育婴留职停薪,而且机关不能拒绝 本人及配偶也可以同时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期间最常可致子女满三足岁为止 育婴留职停薪期间可以申请相关补助吗? 育婴留职停薪同仁可向台银公教保险部申请八成凤额的补助津贴,最常发给六个月 也可以申请结婚、生育、几子女教育等各项补助 还有哪些职场友善措施呢? 留职停薪期间,机关可以聘雇职务代理人,让同仁安心育婴,不用担心工作 如果在留职停薪期间,想要商调至其他机关服务 也可以经过原服务机关同意商调后,直接到新机关报道 申请回职复兴时,机关应回复留职停薪前的原有职务或相当职务 此外,只要能够在升任新职务当天实际任职 与应留职停薪的人也可以参加升迁 在计算升迁分数时,也提供考基奖承受前采计 或年资折半采计的择优评分机制 至于休假天数,则是以前一再职年度的实际任职月数比例计算 育儿是双亲共同的责任,你也可以是超级奶爸 让我们听听奶爸们怎么说 祝英国代表处,易等秘书,范江浩 育婴育儿是父母共同承担的责任 身为需要外派的住外人员,要兼顾家庭是很困难的 能够在小孩刚出生成长的阶段给予完全的陪伴照顾 给予另一半实质支持,所带来的价值和回忆是无与伦比的 大陆委员会,专员,罗建佑 小孩最亲近,需要父母陪伴的时间 通常只在小学之前,爸爸如果能够接手育儿工作 可以减轻妈妈负担 另外,爸爸如果有亲自育儿的经验 未来对小孩的教育及引导会比较事半功倍 并且能够留下小孩最天真、可爱的美好回忆 数位发展部,科长,吴长庆 育婴留职停薪期间虽然辛苦,但也很幸福 很开心有机会能成为可靠的队友,温暖的爸爸 透过整理家务,陪伴小孩做席 更能将心比心,深切感受到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那段时光不止精彩,也赋予了我新的人生意义 让我们一起加入哪个行列吧 想了解更多资讯吗? 请搜寻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人事个案智慧共享整合平台 常见人事案例 留职停薪与回直复新片 里面有更详细的资讯哦